延续昨天瑞穗以及域西地区农路改善工程会刊 县长徐中卫会同复理箱长陈荣聪以及测设公司人员 针对复理箱共六条的农路逐一进行会刊 预计近一千万元的工程经费 县政府也将逐条逐步的展开修复改善 要提供农民一个安全的农产交通 从台九线南向湾境这一条农路 看见县长徐中卫亲自来会刊 村长与村民都万分感激 不论是路面改善还是排水 县长徐中卫一边仔细查看 也一边和县政府农工科 测试公司等人员讨论改善之道 看完万宁的农路 县长等一行人也来到竹田 这一条年久失修而全面崩坏了的农路会刊 另外不里乡新新村这一条旧台九线道后方的农路 因地势高低起伏落差盛大的路段 堪比越野拉力赛车的路况 县长说一定要设法改善 让农民有一条安全的道路可用 延续昨天瑞穗及玉西地区农路改善工程会刊后 县长许正伟今天会同了副理箱长陈荣冲及测试公司人员 针对副理箱内共六条农路逐一进行会刊 预计近一千万元的工程经费 现政府完成这一次的会刊后 也将逐步逐条的展开修复改善 提供农民一个安全的农产交通 记者是玉兰副理采访报道